他说他给我看了 但是我们没有review 他们在review这个字上花了很长时间 就说你有没有跟Finko先生坐下来 他有没有跟你一起过这个文件的意思 对吧 然后他就说没有 然后那很奇怪 然后就说他说你有没有看第一页 他说第一页有看 然后那你怎么说你没有 他就说review 那你告诉我你的review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陈女士问 反问 对反问 他说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你说的这个review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说的这个review 跟我说的review不是一个意思 对吧 这好像是第二次 他让这个律师来给定义一个这个术语 对 好像昨天他说你给我定义一下什么是a lot 什么是许多 对 然后今天又是你给我定义一下什么是review 对 然后就是就说你 而且这个是已经在他自己说了 就说对我们看了就是一些文件 但是没有权看 他说我的review的意思是这个人坐下来 给你每一张每一个字对吧 就是要看这叫review 但是但是我们的Sabrina就说 他给你看了这个文件 他之后问了你话 对吧 你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吧 这就叫review 但是他 但似乎两个人好像没有达成共识 最后还是 每到这个review的问题 又再来一次 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这里他就直接问 你给我 然后我就给他回答说review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就问他 那他有给你看这个文件是不是 在两个人达成了共识 就是在这个他跟他解释 Sabrina跟他解释什么叫review之后 Sabrina又问 那他是给你看了这个文件是不是 是 不是每一页每一页 不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 然后他的回答说 I don't remember 他又说了 I don't remember 关键的时候就 然后这个时候是你跟他见面不止一次吧 是 那他是不是这份文件 这个PPM这份文件 也给你展示过 也给你展示过不止一次 对不对 对 这个我不记得他的回答是什么 但是这个问题有问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看这个什么风险 他有一大段是关于这个风险的这个直速 这个Factor Risk Factor 然后他说你昨天在直接作证的时候 你说这个风险评估这一块 你就掠过去了 因为你觉得这是个模板 对吧 所有的这个都一样 所有的合同文件 就是这个 就是standard language 对吧 今天用了这个Seprita说 你说这个是standard language 对吧 就是他又重复了 他说liking a legal document having language talk about this 就是所有的法律文件里面 都有这么一块去说这个风险的 那你有 然后我们的这个Seprita就问他 那你有没有去比较过 这个风险的模块 跟其他的这个里面的 就其他文件 其他法律文件里的风险 有钱PPM的 跟其他的这个私募投资文件里的风险 你有没有 他说没有 那我们的Seprita就说 那你其实是不可以得出结论 说这个就是模板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比较过嘛 你怎么就能知道这个就是模板呢 然后 然后他就有可能有一些着急 他就说 他就说这是我用的一种语言 我昨天做证识的 这是I use the language to describe 他说我用这个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Seprita就提醒他 他说你知道吗 你是在这个法国式来作证的 你是要说真话的 他说我说的就是真话 然后 然后就 他就说 他说这是我 我这一辈子 我唯一见过的一份这个私募文件 就是这一份 是这个证人说的 对吧 那就更 更证明了 他不应该说 这是个模板 对不对 如果他只 他这一辈子只看那么一份 他怎么能说这个是 就是就是模板呢 对不对 然后这回呢 他又说这个了 他就接着说 Mile score set就被打断了 就说了一大堆啊 Mile score set就被打断了 然后 然后我们的Seprita就说 你是不是有 可以查Google的 就是你有access to Google 对不对 好 这个问题就没让回答 对 又被sustained 就好像 您指导 好像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然后回到了这个 还是回到这个PPM 就回到了这个29页 就说 你看一下这个29页 你有没有记得 他说 我 不是 是这样的29他你Seprita说这个文件是29页长是不是 他就说我不知道 然后Seprita说你看一下这个29页 他说你说29页就29页了 我不记得 就是如果你他的口气就是你认为这个29页就是29页 因为你是律师嘛对吧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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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继续 然后Seprita让他看了一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这个PPM里面有一页 他是说到这怎么用这个钱之前在直接问讯里面有说到 但是Seprita放出来的是上半段 因为怎么用这个钱是下半段 上半段还有两个图表 一个图表是就是说就是描述的是GTV的这个股权的 股权结构 对股权结构 然后他就他就问他这个你有跟Finko就是跟对方有review过对不对 他有问过你问题对不对 对然后这个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Saraka100%拥有这个GTV 然后右边呢就是发行这个私募之后的这个股权的变更 然后然后就翻到下面 然后他就他就说不记得 他说这个不记得了 然后到了下面之后呢 问他这个5% 记得昨天他有在作证的时候就说 这个5%是那个是营运费用就overhead对不对 是一些就是就是管理费用administrative和什么的HR招人的钱 应该是在那个其他的这个内别里面占到总投资额的这个 总私募的金额的5%对吧 好那今天那个Seprita就说 那说他说那你看看第一个70%占到70%的是什么 那一行写的是什么呢 是acquisition of companies 就是说购买并购其他的公司来增强和壮大GTV OK 他说那你觉得这个那你觉得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解释了 他说这个是acquisition已经拥有的一些企业 他们的这些软件已经差不多可以 就是直接可以用了 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的这个Seprita就说 那其实就是说这个 那我们Seprita就问他 那在并购公司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人员也并购进来 也等于就是你的这个也要雇人嘛 大部分的人是这么雇的对不对 那你说的这个5%意思 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5% 并不是要雇佣人而用的 因为在并购的这个企业里面 就已经包括你的有才华的这些员工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因为有MBA这个背景了 而且他工作又是怎么讲14 5年 就这个又很自信对吧 这个的确是不错 应该算是美国混的不错的华人 然后他就给这个就怎么讲 就教了这个这个上了一课 他说什么呢 common business sense 他说用正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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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sense 你你不会你在并购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不招人的 OK你觉得要招自己人的 OK他就他就这样的一个回答呢 就给这个Sabrina上了一课 因为他他是MBA嘛 对吧那Sabrina我相信没有MBA是吧 然后他就对Sabrina这么说了 然后你你不可能 他是说你不可能去grow 去发展你自己的这个business 在没有招你的新人的情况下 OK而且他说这是common sense common business sense OK好那 move on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Sabrina就问他 他说那你有没有读过这一段 他就把这个PPM的里面的 有一段呢就把它放出来 这一段是什么呢 是6.3里面说的就是 文贵先生是GTV Media的这个一个sponsor 一个怎么讲 advisor一个顾问对吧 还有一个sponsor 然后这一段让他读 他说你是让我读吗 他开始没听清 他说你是让我读吗 对我说了就让你读 他说我昨天读过了这一段 他说你昨天读过了 你今天还让我读吗 对我让你读 OK好又开始读了 然后他就把那一段就是文贵先生是这个读出来了 然后这一段呢 他说接着读 然后后面呢就说到了CCP 就是在这一段后面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就说到了CCP 他在对中国人呢 把中国的人权完全剥夺 没有法治 没有公正 没有自由的言论 整个一段都在那一段里面 OK因为你记得吗 昨天他有作真问他 你知不知道CCP 就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是没有自由的 没有这个这个 他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 不记得了 然后今天就这一段里面 就全部都有了 然后他说 然后下面的这个问题呢 就问到了班农先生 因为这个文件上面有提到 这个班农先生是非执行的这个总事 对吧 然后就问到了这个 你记不记得班农先生在这个GTV里面扮演的角色 没有 然后就问到了 你对班农先生在这个 他加入这个GTV的这个项目里面 你有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被冒犯到 他用的是 你有没有觉得be offended 那我当时不太清楚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有可能这个人 他有可能在他的社交媒体 或其他地方 有可能是对这个班农先生不约约的 这个不知道 但是他这个问题呢 也没有回答 他只是说 I don't know I don't understand this question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就笑了一下 他就没有回答 他就笑了一下 战斗 现在 SDK